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生命与生命并不平等 在漫长的进化中 我们人类学会了直立行走 学会了使用工具 站在食物链的最点层 似乎因为这样 我们就拥有了可以决定其他物种生死的权利 他们什么时候出生 怎样出生 他们吃什么 他们住在哪 他们如何死 人类自以为是地控制着整个世界的运行 以这个星球的主人自去 可是其他的生命 难道不也是这个星球的主人吗 人 有这样的学义 很多很多年以前 在森林 河流边 高深或平原上 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同吃同住 一起生长 一起奔跑 一起玩上 有时我们会吃掉一些动物 有时也会被一些动物吃掉 但我们和他们 都是自然的 后来 人发明了工具和武器 统治了地球 我们想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 就让牛帮我们耕地 让马帮我们驮东西 让狗帮我们看门 我们想随时吃到美味的鸡蛋 鸭蛋 鹅蛋 想每天能喝到牛奶 我们还想要熊的胆汁 梅花鹿的角 狐狸的皮毛 我们人想要的太多了 欲望永远没有满足 我们把这些动物抓起来 圈起来 给它们食物 然后就觉得可以随意决定 它们何时为我们而死 我们傲慢地认为 动物有什么情感 它们哪会感知痛 在一个屠宰场里 曾有一只马上要被屠杀的 大肚子羊妈妈 在屠刀下 它用两只前脚跪下来 跪在地上 磨得骨头都露出来了 逼着醒 眼泪吃掉 屠宰场的工作人员心软了 暂时把它放在一边里 过了一会儿 两三只小荣膏就生出来了 小羊的妈妈会因为感觉到死亡的来临而流泪 会想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生下来而下跪 它们跟我们的妈妈有什么不一样 人类自以为是地认为 这些海龟 鱼虾 鱼丘 这些鸟和蝴蝶 这些猪买的鸟 这些文鸣昆虫 没有感觉 没有痛 没有忘了 我们残忍地划开它们的肚子 就像切一根黄光鸟 或是 当我们抓住它们的时候 分明能够看见它们的争扎 它们的恐惧 它们的安全 那和我们内容红红与死亡时的内容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脚步来想 怎么会换一个 我会换一个 即使是 所以 就要 实际上 有什么 那是 有什么 有什么 有 有什么 有什么 会不会因与家人分离而心碎 会不会因无端降临的死亡而仇恨 那时候 我们会不会也希望 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来拯救我们 帮助我们逃离死亡 重获自由 很多动物出生在养殖肠里 但这儿不是他们的家 他们出生 他们长大 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利用或被屠杀 他们的尸体躺在每个菜市场里 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 他们无力反抗 他们无处可逃 可他们的眼泪 跟我们的眼泪是一样的 他们渴望团聚 渴望自由 渴望远离痛苦和死亡的心 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没有威胁谁 或伤害谁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活着 科学家的实验数据早已证明 我们人不过分属于众多动物种类中灵长类的人科 我们与黑猩猩百分之九十九的情依相同 几百万年前我们有着共同的意识 人也是动物 为什么要去伤害别的动物呢 人 人 比很多动物强大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些智慧和力量 去保护那些比自己弱小的生命呢 人 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 当我把一条小鱼放回水里 她竟蹦出水里面 像在跳舞 像在感谢我 还有一次胜利的情侣 我也很开心 只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 哪怕只能救护一个神明 那么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神明 因果就开心 哪怕只能当作一个神明减少分 我们的女孩都不会白费 都是OK 地球 是一个大大的家 缺少谁都不完整 我们要知道 无论哪一种神明灭绝 对地球都是伤害 我们要知道 一旦生态被人类自己破坏 所有的恶果 最后 也将由人类自己承担 名为同胞 物与也 意思是 所有的人类 都是一母所生的同胞 万物与人 都是同类 太阳每天升起 我们每天一起呼吸 一起成长 我们的生命彼此连接 生生不息 我们希望活下去 活到寿终正起 他们也是 我们希望在痛苦无助的时候 有人可以保护和拯救我们 他们也是 我们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 没有伤害 没有恐惧 他们也是 所以 如果你遇到受伤的他们 请帮帮忙 给他们所需的呵护和治疗 如果你遇到在牢笼中 在屠刀下的他们 请帮帮忙 解救并还他们以自由 能活到命中自然死亡的痛苦 会远远小于被生生屠宰的痛苦 如果 你遇到擦肩而过的他们 请不要打扰 不要伤害 我们各有各的路可以走 远离 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 在一种产生屠宰的痛苦 还给他们自由 让他们留在大自然中 按照本来的样子 去深存和生活 人可以拥有的选择这么多 我们短暂的快乐 不必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 给生命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能为这个星球付出的最大的善 而这一切也终将回馈到我们自己身上